今天可以让二姐讲这么多话,很难的耶 真的 说实话,刚刚你说叫我出来唱歌 然后我听到这么多的掌声 我有点感动 谢谢 谢谢大家 江辉上个月宣布重返舞台 将登场台北大巨蛋为国庆晚会献唱 在今日却抛出震撼蛋 表示当年2015年丰漫原因尽是离癌 亲笔写下这九年来积极抗癌心情 表示,医院成为第二个家 在开刀与反复化疗中多次面临生死交关 肺栓色和大出血接连而来 对抗病魔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 谢谢医疗团队秉持人生只有一次 说到,人生苦短,好好活在当下 对于江辉今天的声明 高市府回应表示,期待她付出重回舞台 今天可以让华尔姐讲这么多话,很难的耶 真的 说实话,刚刚你说叫我出来唱歌 然后我听到这么多的掌声 我有点感动 谢谢 谢谢大家,真的,真的 好想哭哦 我听到这些掌声代表说大家都没有忘记我 真的很感动 非常感动 谢谢 谢谢 有时期来,那来 哇 找无人家来游户 你没事开这个四面台 诶,你很勇敢 以前晨晨川叫我开四面台,我都不敢 那我就心里想 阿峰腿这么短,腿跑来跑去 人为什么会得癌症 除了环境因素,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性格 就是雷锋的性格,就会得癌症 雷锋是什么性格 追求完美 追求别人的赞同 活在别人的价值里面 这个就是典型的离癌的人格特质 棒不开可以这样说吗 对 压力太大了 我们可以,明天也叫做压力嘛 压力 但是就是说你外表风光 可是你内在承受的一些无比的压力 没有办法宣泄 也就是碳水化物多 它通常容易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容易刺激细胞的生长 那刺激它往好正常细胞没有问题 可是它容易产生不正常细胞 假设你的环境不好 变成不正常细胞 所以肥胖现在已经是离癌的一个确定的危险 对 跟大部分的癌症都有关 所以当你得到癌症以后呢 你应该把你的碳水化物的摄取量减少 不要让一个不正常的细胞得到养分 而且这是1939年 叫做Walbert effect 瓦格效应 这是1939年的德国的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他发现 也就是癌细胞 它的粒腺体是靠碳水化物来当做能量 所以你不吃碳水化物 减少它的能量摄取的一个来源 这时候你用油脂来代替 是好油 三个生活中不易察觉 但是却影响肺部的危机 他说第一个是什么呢 就是会有很多碳微粒发散的硬表机 现在你如果办公室 旁边你就坐硬表机的人 那你就要小心了 另外一个是气炸锅 电烤炉这种加热源的电器 第三个呢 是家里面打扫 常常使用的化学清洁剂 如果你在家里面 常常使用化学清洁剂在打扫 那你要小心 人为什么会得癌症 人为什么会得癌症 除了环境因素 还有一个就是你的性格 就是雷锋的性格 就会得癌症 雷锋是什么性格 追求完美 追求别人的赞同 活在别人的价值里面 这个就是典型的 离癌的人格特质 棒不开可以这样说吗 对 压力太大了 我们可以明朗也叫做金嘛 这就是说你外表风光 可是你内在承受的一些 无比的压力 没有办法宣洩 所以可以解释为什么 你刚才提到的这几位名人 抽烟 喝酒 或者其他我们认为 可能不良的嗜好 可是因为他的情绪有所宣洩 他有所抒压 虽然烟酒不是好事情 可是他的抒压 可能也相对抵消了 这个烟酒的一些可能的附助 哦 所以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人生不要太惊对吧 你以前会惊吗 以前会惊罪才会得癌症 你多惊 因为当时呢 我自己要负责一个 大概有将近400位员工的一个 私人的医院的运营 所以就变成说 你要承受的一个 就像一个企业一样 你要那个企业可以继续的 维持它的运营 但是一方面我又去读书 那你基本上所谓高处不胜狠 就是所有的人 都是看你在决策而已 那你有什么事情 你通常也只能自己 无语问苍天嘛 有时候你必须决定 这条路往左边还是往右边 右边可以让你成功 左边可能是一个错误的决策 可能会让整个事业 或者整个医院的运营 面临一个 一个营运上的波动 对 所以就是说你变成你要承受很多的 所以得肺腺癌 是有一半的人 像你这样 还坐在这里 有一半的人已经更一整了 不只 不只喔 对 应该是这样讲好了 就是说 要看你第几期 如果是肺腺癌 如果是到了第四期的话 它的存活率大概只有4%而已 就是96%的人都会走掉 真的啊 对 但即使是第一期 大概也只有75%会活超过5年 所以为什么肺腺癌很可怕 就是这样 有有有 哇 恭喜喔 谢谢 不简单喔 然后 所以你现在的压力还有搞那么大吗 我想一个很重要就是说 为什么我的书名叫做 心转癌治愈 对 不好意思喔 蔡医师说买他的书 看他的书可以多活10年 如果确实做到 因为 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承受过多的压力 无法宣洩 对 所以你看现在线上的游戏啊 为什么会那么风行 因为人与人沟通变得少了 反正靠着单向的这个 线上去疏解 像最近这几天的这些 这些情杀的这些 新闻大家就可以知道了 现在潜在性的压力很大 而且现在的压力大部分都靠一些不正常的方式 不一定那么正常 比如说很多人现在都靠着甜食 所以造成肥胖 对 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宣泄这些压力 你困得好吗 我本身很好睡 但是我在 在我 在我 求学 就是在读博士班农的那时间 我睡不到六小时 是因为我没得睡 不然我本身是很好睡的 睡不到六小时 其实对身体不好 对 因为伤肝嘛 那你还有做气功 对你帮助很大 气功本身我就是因为得到癌症之后呢 才去学习的一个叫做养生的方式 那本来我自己都是从事比较 所谓西方式的运动 对 登山啊 球类啊等等 但是我后来发觉说 球类是哪个球 我打网球 各式羊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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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喜欢 其实那个运动都够 都有 我基本上都喜欢 都打 事实上我们现在的环境 我们的营养的摄取里面 有一些所谓的 比例上的偏差 因为过去在营养学认为说 我们的碳水化的摄取 大概是在50%左右 碳水化50% 吃饭那就是3% 对对对 主食 主食类的 米啊麦类的这些食物 对 但是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改变了 我们现在的人 吹冷气房 走路很少 坐电梯 出门开 坐车 开车 所以我们的活动量少 那主食呢 碳水化它的功能是 它是产生立即性的能源 比如说你是做农的 你是做粗重工作的 你需要大量碳水化物 不然你没办法持续的工作 对对 可是因为我们现在的 没有这样子的生活心态了 所以为什么我们现在吃了 这些过多碳水化物以后呢 它会堆积变成我们的脂肪 同时它会刺激我们的 有一个专业术语叫做 胰岛素的叫做生长因子 这个生长因子 它完好的就是让我们的细胞新增 因为你吃太多 没有用 那就要长肉啊 长身体的组织 那可不可以请教你 你一餐吃多少 就是还没有得癌的时候 你一餐吃多少饭 我通常吃一碗饭 一碗 一碗有算太多吗 不是一碗的问题 应该是说你还吃了很多的甜食 甜的水果 现在的压力大 所以你会有饭后的这些餐饮 这甜点 所以你加起来这些都是碳水化物 同事有时候都觉得它在害人 它都会带那个什么 鳳梨酥 对吧 常常会蛋糕啊 那人是空气 但是你又不好意思跟它吃一块啊 那时候就就来了 对不对 那我简单讲好了 因为节目的关系 也就是碳水化物多 它通常容易产生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容易刺激细胞的生长 那刺激它往好正常细胞没有问题 可是它容易产生不正常细胞 假设你的环境不好 变不正常细胞 所以肥胖现在已经是离癌的一个 确定的危险 对 跟大部分的癌症都有关 所以当你得到癌症以后呢 你应该把你的碳水化物的摄取量减少 不要让一个不正常的细胞得到养分 而且这是1939年 叫做Walbert effect 瓦格效应 这是1939年的德国的一个诺贝尔奖得主 他发现 也就是癌细胞 它的立腺体是靠碳水化物来当做能量 所以你不吃碳水化物减少它的能量摄取的一个来源 这时候你用油脂来代替 是好油 所以生通饮食现在是最有客 最好的油应该是98吧 应该是说 以学术上来讲 就是Omega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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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mega 3里面有什么东西 Omega 3里面如果是以植物油来讲 大概就是亚麻人子油 亚麻人子油 那另外就是深海鱼油 深海的鱼油 深海的鱼油 这两个是天然的 那另外的话像苦茶油 或者是像橄榄油 它们是Omega 9 可是它们会转成Omega 3 所以这两种油也是都很好的 另外像紫苏油啊 大麻油啊 那些油你怎么吃 你就是青菜最好的一个烹调方式 因为这些油除了苦茶油它不耐高温 所以你就是清烫的蔬菜淋油 对 就是直接拌着油吃 哦 对 菜搅拌一下 然后油搅拌下去 对 拌 拌着菜吃 这样是最好的一种 吸收的方式 我觉得就是这样子 碳水化合物的摄取量比较低嘛 然后又有好的油脂 对于这样子身体机能修复有它的功效 哦 OK 你本来有贡言 我实际上得病的时候我是78 我现在67 哦 感觉比较轻瘦 对 但是应该像身体比较清爽吧 呃 事实上很多人看到我都说你变瘦了 那我说不是 是你太胖了 因为最新的数据 台湾现在是亚洲最胖国 是吗 对 在台湾平均两位男士 大概43%左右就是肥胖 超过BMI超过24 女生大概三位一位 小孩子大概四位一位 对 而且肥胖幾乎跟大部分的癌症都有相关 哎呦 对 这已经有医学证据了 是 我这边应该也有 不过我想 时间关系可能不用看了 这是我 特别找了全世界的文献整理出来的 对 没关系看一下 这个摄影机在那边 对 基本上大概肥胖是 跟几乎是大部分重要的癌症 包括我们常见的肺癌啊 乳癌啊 大肠癌 最近大家常常 纹来色变的这几类 都会 都是在这里面 哦 OK OK 好 这个生酮饮食 就是我们的碳水化合物少吃 对 因为我们现在 吃的太多 劳动量太 对 我们的活动量变少了 对吧 所以饭要减吃多 对 胖要减吃多 对 还有什么 甜甜 哈 面包啊 面包 对 这些都是主食类的 很甜的水果 甜食 过甜的水果 哦 这些都是 所以你现在都吃什么诡计 我现在吃的水果 原则上就是 以比较不甜的 比如说像番茄 柠檬 那你如果要吃甜的水果 你的量 所以我们一般 算有一个标准的当量 比如说水果 我们一般 如果是以磕的话 大概一个拳头 这样算一个当量 但是如果你现在吃 正统的一个当量 你通常就过甜 你可能就要吃半颗 或四分之一颗 哦 譬如说现在 艾文最好吃吗 对 艾文 那吃一粒就好 切一粒就好 对 就是因为那个甜度 已经超过了 那好吃 对 那好吃 对 就是说比如说以前 我们葡萄来讲 葡萄一个当量 大概是大概 八粒到九粒的葡萄 对 可是现在葡萄很好吃 所以现在都吃一串 不是吃八到九粒 这边吃八九粒就好了 对 而且这八九粒还是正统的算法 可是你现在甜度 你可能只能吃四粒到五粒 可能还不会刷牌 就是手大概停不下来 对 吃芭萄OK 芭萄 芭萄现在也是类似 也是过甜 芭萄有过甜 现在芭萄也是很甜 对 现在几乎大部分的水果都过甜 大部分 哇 让你说一下 等会再买几个 看会如何 也不会啊 就是还是吃 只是你的量不要过多 就好了 对 当然你如果你的活动量够 你相对来讲 你的卡路里消耗多 你是可以吃的 好 那蔡院长还有营养补充品 对 营养补充品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现在市面上 也很多的营养补充品 而且也会宣称 你得到癌症的时候 一定要吃这个 吃那个 但是我的建议就是不要迷信 单一的营养补充品 但是在医学上 有没有证据说 营养补充品是需要的呢 一般来讲就是 当你得到癌症的时候 如果你接受手术化疗 或者你的食欲不好 或者你体重很减低 这时候你的摄取 正常的食物来源是不够的 所以你是需要营养补充品 但这其中有一个最重要是 即使在座各位 看起来都很健康 但是根据2005到2008 全国的一个营养调查 全台湾98%的人 维他命D是不足的 D ABCD 就是晒太阳的D嗎 晒太阳的D 那这个不足裡面呢 其中有三分之一的人 不是三分之一 有六成的人是不足三分之一以上 也就叫做缺乏症 也就是要补充了 那D不够会产生呢 D不够 一樣 它跟幾乎 你可以想到到癌症都有关系 對 所有癌症都有关系 幾乎 這張也是我整理的 全世界的一個文献的一個整理的結果 對 幾乎大部分你可以想像到的癌症 都有 什麼胰臟癌 肺癌 口腔癌 都有 胃癌 什麼肝癌 幾乎 那D如果不夠 你去晒太阳啊 好 那現在我們就講到一個問題 晒太陽真的可以補充維他命D嗎 當然可以 可是不夠 不夠 為什麼 因為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方式 很難 晒太陽的機會太難 對 機會太難 而且 根據醫學的一個研究 你需要去晒的是正中五的太陽 正中五的 對 因為正中五 它的紫外線的那個 所謂的光譜 對胃P才比較好 可是我想在座幾位美麗的理性 誰願意在大太陽底下曬太陽 笑耶 那都會搞得怎麼變成長 對 所以最後醫學上 在研究上認為 如果你真的是屬於 嚴重不足者 你還是要補充 營養補充品 直接攝取維他命D 對 OK 所以那個是 所謂的健康食品 對 健康食品 去藥房買就有了 有有有 健康食品 真的喔 衛生室第一是要 中島是要打 打那個頭中島 對 醫學上的統計是這樣 是喔 對 中午的 不是成婚的 你有在曬太陽嗎 會去運動 不過不會特別挑中午的時候 可能就會找 你快慘了 我跟你講中午 你有嗎 直接吃鈣片 直接吃鈣片 鈣片不是喔 鈣片不是維他命D 就吃鈣片再加曬太陽 但是中午會避開 中午避開 所以你還是沒有維他命D 因為你是補充鈣 對 一般人以為鈣是維他命D 要轉化 沒有 完全不一樣的事情 他醫藥記者呢 對 但是我還是要糾正他 男好經濟有聽到 真的 我還是要糾正 因為一般就是 很明顯的錯誤概念 是喔 因為我有補鈣啊 維他命D沒有 那兩碼子是 兩碼子是喔 維他命D的作用 不是只有在鈣的吸收 對 你看他跟癌症有這麼多的關係 臺北市立聯合醫院啊 陽明院區胸腔內科的主治醫師 蘇逸峰 蘇醫師 他分享了一個家族肺癌史的案例 最初呢是媽媽因為肺癌過世 大兒子啊 也很擔心 媽媽肺癌過世 那我呢 他就去檢查 結果他也得到肺癌 所幸他因為早 所以呢 這個早期 所以治療後已經好轉了 然後呢 他兒子喔 這個 咳嗽了一個多月 他覺得不尋常 他叫小兒子也去檢查 結果小兒子是肺癌 第四期 第四期 應該小兒子很年輕嘛 那之後媽媽肺癌 我們假定他八十歲好了 他的兒子也應該差不多五十幾歲 所以他的兒子才二三十歲 照理說呢 已經肺癌第四期了 好 那蘇醫師啊 就整理了三個生活中 不易察覺 但是卻影響肺部的危機 他說第一個是什麼呢 就是呢 會有很多碳微粒 發散的硬表肌 現在你如果辦公室 旁邊你就坐印表肌的人 那你就要小心了 另外一個是氣炸鍋 電烤爐這種加熱源的電器 第三個呢 是家裡面打掃 常常使用的化學清潔劑 如果你在家裡面 常常使用化學清潔劑在打掃 那你也要小心 英國皇室發布了最新的影片 這也是凱特在國王查爾斯生育慶典之後 第一次公開談論自己的病情 影片裡凱特表示 現階段 終於在這個秋天完成了癌症化療 這一切帶給自己和家人無比的快樂和輕鬆 病情的路程很嚴重 嚴重 嚴重 和不預計的 尤其是那些近你 這次 在這次 最終 提醒了William和我 在生活中 很感謝 很簡單 但很重要的事情 在生活中 很多人都經常要承認 只是愛 而被愛 英國媒體報導 肯辛頓宮表示 凱特王妃距離完全康復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未來的日子裡 凱特還是要把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 但是接下來 她也會慢慢參與 越來越多的皇室活動 例如 今年的英國國殤日祭免與聖誕節活動等 看著影片中 一片秋日景象 凱特 和威廉 與三個孩子的其樂融融的幸福畫面 真的是隔著螢幕 就可以感受到 她發自內心的快樂與平和 I remain with you side by side hand in hand out of darkness can come light so let that light shine bright 正面 冬天 封其不可 不可 過 有 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